身边的人 你有一个老公了 你已经都有婚姻了 其实我觉得我想结婚 不一定是那个结婚证 对象也不一定是男生 而是更渴望的是那种 彼此有保障 然后在一起吸水残留的 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你其实还有什么所谓的保障 你结婚了唯一有的保障 因为你结婚了你也可以 太没安全感的人 好像总渴望外界 那你觉得唯一有的保障 不就是共同财产 那其实也是 可是只有在这一块 你会拉扯不清 不然的话你结婚证 你领结婚证 离婚证也是很快的呀 虽然有个冷静 我觉得我跟你 就不是我对于你和Andy 这样的感情状态 我就蛮羡慕的项目 我觉得你们都很稳定 有自己的工作 一个共同的小家 然后一直在努力 我觉得这样就是 很幸福 平淡也不会 平淡才是幸福的吗 你不追求啥了 我上一次去年的时候 那一次我去你家 那个时候住那边 中中 对啊 我就感觉 有自己的小磨 也不用特别大 但是很温馨 然后两个人每天 一日山上一起吃 等他下班 或者是中午一休息 那我跟他的时间 其实是很对不上 像我晚上在上班 晚上在睡觉 然后两点钟的时候 他就准备就上班 然后五点钟下班 我早上五点钟 就正常下班 然后他才刚开始 准备忙起来 快的话他可能就十点咯 然后加班 但是还好 不过一般我有的时候 就是我经常熬夜 然后有的时候 就是他可能回来了 我都还不睡 还好啦 至少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就住在一起 就住在一起 我知道现在都成社友了 成社友 在一起久了 真的没有任何激情 也不会去过什么节日 也不会去期盼 就是以前会觉得 哎呀 到周年今天日啊 或者是什么节日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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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